至於他們因為前科雷雷 當然我是希望法官能夠再加重判刑 然後還我幾個公道 台中送信男大生 招跑車三二少為歐重傷 過了一年多 13號地院開庭 法官高斯大提到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來函 說有人企圖影響醫院的鑑定 希望法官在開庭時轉告 不要再有這樣的行為 對此高斯大強調 這是很壞的動作 也說千萬不能去影響或干擾鑑定 若再有類似行為 不排除考慮重新羈押 當初三二少主嫌張德亮 被依殺人未遂罪起訴 目前仍在押 而同伙李偉玲跟陳敬豪 則是在9月20號 就分別以20萬交保 限制住居出境以及出海 企圖影響鑑定 這消息一出 對李偉玲跟陳敬豪相當不利 因為法官也有強調說 是透過 有可能是透過一些管道 或是關係去做這方面的影響 並不會說是只有本人 會去做這方面的影響這樣子 南大深庭護律師還原當時開庭情形 張中亮委任律師否認有干擾鑑定 另外兩位嫌犯律師也都說沒有 不只擔心重新被壓 也怕之後罪責加重 我是覺得說也是有一點訝異啦 但是就是說因為當初也是他們指定我們到這個 中國醫藥學院去做鑑定 好車案中一開始是台中榮總鑑定 認為南大深深受重傷 被告三人不符 再換中國醫鑑定 結果還是重傷 法院表示將請醫院在針對醫療專業問題釐清 同時要求中國醫給答案 到底是誰企圖影響鑑定 TVBS新聞黃國軍徐又翔 台中藏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按一下 請按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